说起娱乐圈里最挂着持久的离婚战,估计就是王宝强和马荣这一对夫妻了,从当年两人承认恋情到结婚生子,再到之后的王宝强午夜发声明,承认马荣出轨经纪人。 可以说王宝强的婚姻一直都是不被外界看好的,而在近日,马荣和王宝强的离婚事件,也接着有了推进马荣出王宝强方面的假桌监,假聊天记录的解释造谣,并且不认同法院关于王宝强离婚案等判决,会继续提起上诉。 马荣在微博中称,虽然我不认同北京市朝阳区朝阳法院对我和王宝强离婚案,疾民于全案的当评判决结果,但我仍然相信法律的严肃与公正,在收到书面判决后,我将会依法提起上诉。 看来,面对马荣的态度,王宝强这场离婚,终究还是很艰难的。 说起两人结婚时的情况,其实很多人都不看好,甚至很多人都发现了一点点婚恋不和谐的端倪。 从王宝强带着女儿上座义时,女儿竟然对父亲王宝强把好施令罚战开始,就不难看出王宝强在家庭中的地位,很难确定王宝强在家是不是也被马荣这么罚战过呢。 而与之相对的就是王宝强的妈妈,据说结婚之后马荣一次都没回去过王宝强的老家,更是没有回去看望过王宝强的父母。 而之前李勇问王宝强妈妈儿子结婚前恋爱的事,王宝强妈妈说,他回来领给我看了以后,就领回家了,行了咋就罢,不行了咋就散。 王宝强带着哦,还是听母亲的,而在之后聊到当年离开家独自一人去北京闯当时,曾整整消失三年,独留母亲一人整日担心不安,母亲落泪说,你的外面受多大苦,多大麻,喝一下,喝一下,你根本没跟我说过,当时过年,看别人孩子都拜完年买点炮帐, 想起自己的孩子在外漂泊,大年初一自己在家蒙头发哭,面对母亲的追究,不知道王宝强而如今会不会后悔和马荣结婚呢? 而如今,王宝强和马荣离婚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,不知道马荣一家还能怎么做,还想怎么做呢? 王宝强和马荣离婚